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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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讲的主题是 关于理想 关于理想 都讲了些什么呀 那我需要 我还能记住最后一段 我可以给大家 好 曾几何时 我们都一样 都一度迷茫过 彷徨过 也抱怨过 迷茫可以有 但不可以久 这是原则 你才刚刚二十岁呀 你才刚刚三十岁呀 哪怕你已经四十岁了 五十岁了 你觉得你有资格 给自己定性 有资格 说自己不行吗 什么叫做理想 理想就是 所有的人指着你 说你是个神经病 说你大言不惭 狂言不耻的时候 你还能够 说出你的理想 喊出你的理想 坚守你的理想 谢谢大家 好 得到了北京市的 这个演讲比赛的 这个冠军 非常好的成绩 现在是大姐 现在是大三 对 现在大三 刚刚上学期 也是刚刚一月 从香港交换回来 从香港交换回来 对 香港中文大学 去香港中文大学 交换了多久 一个学期是去年的九月 到刚刚今年的一月 所以这些年 咱也 这个大学没闲着 是吧 对 参加了大量的社团工作 现在要找一个 人力资源方面的 对 公关方面的 好 大家看到了 这是从会的基础状态 很有激情 来 从会你能说一下 你五年后的梦想 和十年后的梦想 是什么 五年的理想 我觉得在一个 我希望自己能 在一个大企业中 有一个自己的小天体 能是一个 中层的管理者 五年以后是中层 十年以后呢 我希望十年以后 自己能创业 十年以后 真的来过什么 你这两个梦想 都能帮你实现 好 龙慧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我们公司华夏市厅 生产了很多电视剧 我这次来招聘的岗位呢 比较适合你 因为我要招海外发行人 那可能现在实习的岗位 可以是助理开始 这样呢 可以运用到你所有的才能 而且以后也会 使你的愿望都得以实现 好好 你们别 你看怎么今天都变成 一看到一个 哇 取得那么多成绩的同学 大家怎么都开始说 我适合 我也适合 咱们是招他呢 好不好 咱们能不能多考考他的能力 来 我觉得说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也是北市大毕业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骄傲 因为刚刚二十岁 你的睿智和你的表达能力 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因为你必定是大三嘛 你要去实习 对吧 那如果要是在你实习的过程当中 我给你安排在我们的PR部门 那在一天的繁忙的工作下 你根本帮不上大家的忙 或者说大家会说 你不要帮我 因为这个资料你还不会整理 你先上边上靠一下 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尴尬问题 可能开始会有一些问题吧 因为我也希望 我想想这么回答你 就是开始可能每个人 刚进一个企业 大家也都觉得他是生手 他不行 可能大家也会对他敬而远之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 可能一些 你可以通过一些很人性化的方法 来接近 我想给重慧一个提醒 其实这个绝对不是演讲比赛 所以说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从自己的角度 是的 是回答问题 而不是从别人的角度回答问题 谢谢黄威 谢谢黄威 能不能这样从慧 你太完美了 我没有 完美会让人觉得乏味 你能不能就是从慧 你不是今年才21吗 21的人做不到 滴水不漏 在座的这个十个人 都不愿意听大话空话 一定要讲实际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很烦的时候 我可以就是先敬而远之一下 但是后来等他稍微闲下来的时候 我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声音 然后对他讲一些 就是比如说 你好那个需要帮一些什么忙吗 就是之类的 我觉得你话都问到这份上了 人也不会再拒绝一下你忙 你知道苏洪问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 非常实际 在你的实习过程当中 会遇到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 不光是实习 刚刚踏上工作岗位 作为生手的时候也会这样 我先来提一个问题 你好老师 你的文史哲 我特别想知道你未来的选择方向 是你没有选吗 因为文可能更感性一点 史和哲是不一样的 哲更思变一些 你是选哪 我选的是文学 文学 你这些年的 你就是说阅读量很大了 还好 主要是对哪方面有兴趣 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导师制度的 我的导师是当代文学 所以我也是跟他在读一些 对 你主要在读哪些 你的方向 可能感觉读书不是很多 让我说就是比较杂了 你读书不多吗 感觉真的不是很多 就是老师一般推荐的书 我会读 其他的 阅读量不是很大 对 这点我感觉也是我自己的弱点 我来问一个问题吧 史凡还有太多社会活动 可能没有时间读书了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姚静波 这绝对不是理由 他现在是大学生 如果说大学生因为有社会活动 所以没有时间读书 这根本不是理由 你不要找这样的借口 在你的整个回答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失去了 你现在这个年纪的一种 给人的一种学生的那种感觉 你很多东西 包括你开始朗诵的时候 其实很有激情 但是我笑了 我觉得你的那种禁用的太大了 其实有的时候做减法更好一点 真的 我会问一下 就是在香港做交换的时候 这个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会经验 能够帮助你丰富 书没有读这个的遗憾吗 好啊 因为在香港也做过一些实习的一些 就算一些实现实习的活动 然后在九龙堂的一家叫 博智天主教小学 教他们小学生普通话 教了一个学期 教了这一个学期 学到了什么 对 学到了什么 其实我就现在 我感觉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香港人不愿意讲普通话 所以我就想做一些 就是希望能够从中感觉 给他们换一种领想吧 可能做一点小小的力量 就是想交流一下文化 消除一下语言的障碍 所以你也学会了很多 对 从会 这还是这个选美比赛中 给我们的标准答案 你这个 从你上场到现在 我所听到的 全是选美比赛 或者是演讲比赛 这种类型的答案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真正了解 说从会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什么才是真正的 我再次 我现在要替从会说话了 谢谢老师 从会大三 他所有的经验 你们可能说他代言讲范儿 可能说那个范儿很难搬过来 但是因为他上了大学之后 他参加了大量的这样的活动 也许这些活动在影响着他 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是我替你说的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持着拧 拧到工作状态 好不好 第一印象 十位 去或者留 选择 谢谢大家 问题严厉 说明大家对你有兴趣 同时要在严厉的问题当中 听到自己缺什么 天生问题 你这实习选了两个方向 HR跟PR 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是两个 特别专业的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就这两个 你设想他的工作内容 哪一个让你觉得更 是一部分是你长远发展的目标 对 因为你实习要实习一年半 其实我们让你实习一年半的话 大部分是希望你能留下的 对 我是对HR更有感觉吧 因为也写在了第一 我想问你就是 其实从你的谈吐啊 外形啊 以及这种表达啊 可能更适合PR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HR 而放弃PR呢 其实也没有放弃 这两 其实我说句实话 就是感觉自己可能 涉处的专业比较多 但是哪个都不太专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挺希望就是 被各位很有经验的Boss 挖掘一下我自己的潜力 那你为什么会把HR优先呢 因为在我的理解下 HR可能跟人的一些关系 沟通协调可能比较多 PR也是啊 做公关的嘛 跟外面 内通外联 一个更多对外 一个更多对内 看过菲尼莫属对吧 看过几期 看过几期啊 看过几期 在你看过的节目里面 有哪些企业 你有兴趣 印象最深的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 就经常去 有人去他那工作 我就 五八同城 然后 我说到的不是你印象深的 我说到的是 你看完之后 你想去的 我想去的 你像五八同城 你印象深 但是你不打算去 对吧 还没有想好 还没有想好 就没有了 除了五八同城 就不知道哪个企业了 所以 知道知道 还知道什么 爱国者是吧 爱国者 还有当当 是不是 当当来过 是 咖啡之意 我经常看 都挺熟的 看着脸 其实我对你的 有一个感觉 第一 你对自己了解不足 第二 对节目了解不足 第三 你要找什么行业 要找什么职位 也不清楚 我对你已经有一个设想了 同样的感觉 我这儿有 因为说你对这份 实习的工作 是不是 不是特别渴望 就觉得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呢 没有啊 因为其实我说 为什么想上这个节目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自己学习到 很多东西 我一直在观察 因为你作为三年级的学生 相当大气 确实能压得住场 压得住台 对 谢谢老师 但是我就是 观察了你半天 就是最让我失望的 或者是让我觉得 缺一点的是 做事情的由心而生 好像你是一个 有目标 就会朝着那个目标 目标去努力得高分的学生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就像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 我一直在观察 他要什么 你是把他当做 你是把他当做 人生的挑战吗 会吗 我会有一种 给自己一个挑战的那种感觉 会有 但是可能不是为了这个 你现在也看到了 同会 面试对你不利 你的最后发言时间 你要告诉在座的十位 我可以来你们的公司 做HR或者是PR的实习岗位 在你的发言结束后 大家将表态 来 十位boss你们好 特别感谢你们 一直留灯为我到现在 其实可能开始也说过 可能我有一点 就是那种台上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是一个特踏实 特真诚的人 可能在以后的 以后跟我私下交往的时候 可能你们会感觉 我是真的是一个 很踏实真诚的人吧 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可能自己不是一个很专 但我可能一直都在 寻求一种全面的发展 可能即使优点也是缺点吧 然后在今后 我也希望能够 踏踏实实地做事情 把我的能力 把我的潜力 都发挥到极致 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留着灯 好的 给从会任何一次发言机会 对于从会来说 都是加分项 因为从会非常擅长 独立发言 这是优点 真的也是缺点 从会 十位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从会的手里 选择 李凤离开 金鸿 真华 吴雪 好的 四位离开 六位留下来 听一下 剩下六家给提供的十位 我们从华夏市厅开始 想提供的就是海外发行助理的十位给你 海外发行助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的整体的条件 好的 历劫时加话 欢迎 从会是这样的 会给你一个HR或者是PR部门的实习的一个机会 就是HR和PR的实习机会 好的 五八 从会 我觉得你相当不错 就是大三 就能有这么多精力 而且在这么多方面都有涉及 这个 我觉得在座的老板 在大三的时候 绝大部分没到你这个水平 我会把你放在 因为HR也有个模块 我不准备把你放在任何一个模块 我会让你就是说熟悉 熟悉整体 HR的整体 我觉得你综合的力比较强 会把你放在部门助理 就是我们给每个部门派一个HR的助理这个岗位 将来如果你真正有兴趣往哪个方向发展 再往哪个方向发展 HR的部门助理 HR的部门助理 但是我是希望你能够长远加入五八的 好的 一年半以后 来 爱国者 冯冯 好 从会 我非常认同你 所以你现在既然是大三 我想的话 邀请你加入爱国者 然后先加入管理培训生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其实我刚才听到 其实你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那么你对于短期的目标来讲 其实你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我认为正好 爱国者除了IT之外 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国际化联盟 专门服务中国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品牌 一起走出去到全世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需要大量的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话 你做一个管理培训生 有一年半的时间 可以去摸索 可以去寻找 我特别希望的话 你能够加入爱国者 爱国者给提供的是管培训生的职位 管理培训生 保证的话 能够按照你的这个特征 然后我们来共同参考 共同参谋 把你的才能发挥出来 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好 预祝你能成功 什么呀这是 都是什么呀 什么还预祝你成功 大家发现冯军其实和 从会是有共同点的 他们都特别擅长 一个人说很长的话 黄卫 培生集团 我给你提边的一个职位 就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助理的职位 助理 那你会参与多项的工作 语言考试部的部门助理 山水文化科目 是一个产品策划助理 我们的产品并不是一个工业设计 是创意产业的 比如说音乐会 小机场的话剧 或者说其他的类型 好产品策划的助理 好的 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四盏灯 再见 再见 韩逸 留下来的两家 五八同城和爱国者 虽然是实习岗位 仍然要谈前不相改 持续我们的日行 你可以每周来三天也好 四天也好都行 日行每天一百 每天一百 本科生 每天一百 你好 因为五八同城也是非常优秀的企业 但是我觉得爱国者 可能更适合给你发展的空间 如果是能够全职工作的话 是按照我们管赔 他全不了 我知道 管赔生是按照四千块钱的标准 其他日新的话一除 就按日新除都行 我觉得这就是次要 我认为其实大家企业 都不是这个钱的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能够给你发挥的空间 而且呢 我们是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 而且你也能 我认为来讲的话 在这个平台上 也能发挥你的才能 好 我给你说句话 我给你说句话 注意啊 好的老板 忽悠是必备的才能 所以不要听别人的讽刺 别人的讽刺都是为了帮助你的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 关键是你的那个梦想 是否能够去实现 但是五八能够给你的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向往HR发展 五八是一个非常健全的 HR体系的公司 而且这个我们给你的岗位 也是一个综合来锻炼你的 我们认为你是有很好的潜力的 好的 都不补充了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通城 还是爱国者 还是选择 谢谢 再见 我们现在要举办斗地独的比赛 然后我还拿到第一名 他都已经自残了 我觉得在我面前 我们俩人都抱到你 你说话客气了 好吗 又说话了吗 你聪明又幽默 你是一朵奇葩 所以你应该进入一个神奇的网站 总裁助理 他像一个男的一样 拍了拍我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通城 还是爱国者 还是选择 谢谢 再见 我选爱国者 老姚 老姚你放心 如果说大家真的都喜欢这种优秀的人才 那么其实爱国者平台的话 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好 再次感谢 那你先支持我一个人吧 好 自己今天的发挥 虽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最大的收获吧 不算是 就是自己用骗了哪个职位 更多的是 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弱项 找到了自己的缺点 我要在大三下 以后多读书